第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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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大勋做客甜蜜的任务 现场大爆料妻子三的履行小秘密 请大勋帮我们爆料一下 妻子团的各位成员 容易丢东西 那就给 人家 为什么呢 你在录节目的时候 经常就是帮忙找着手机 帮忙找着手机什么的 最爱养生 肯定不是最爱养生的 每天都喝那个喜欢喝凉的 最容易录吃是谁啊 好 那这一伙人出去怎么办啊 首次公开恋爱感情观 大喧哗直言太复杂 第三次参加这个 妻子的浪漫旅行的录制了 那跟前两季有什么不一样的 虽然就是 因为每一季的妻子们不一样 所以你发现爱情这件事啊 爱情这件事啊 真的是撩骨头 哈喽芒果TV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虎 欢迎来到我们的甜蜜的任务 这次我们甜蜜的任务呢 也是特别定制了一个这么 非常漂亮的具有浪漫旅行风格的 这样的一个五美版啊 那这么精致的一个五美版 到底是为了谁而定制的呢 没错就是我们的 阳光大男孩 同时也是我们妻子的浪漫旅行当中的节目嘉宾 魏大勋 欢迎大勋 啊芒果TV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魏大勋 那我们这两天也是正在录制我们的这个 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三季 对对对 在来的路上也是被我们的网友拍到 有跟我们的杜江老师 把我们的林肖苏老师在机场拿着一个 非常时尚的蓝色编织袋 嗯大家都很好奇这个编织袋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呢 这边那也装的是我们的行李 啊为什么就临时用这个编织袋在装 因为其实是这一次我们来是大概两天一夜的这么一个行程 其实没有太多东西要拿 所以大家就想用编织袋 关键是导演组发的导演组导演组发的 就很方便使用对不对对 哇那这两天咱们也是第三次参加这个 妻子的浪漫旅行的录制了 嗯跟前两季有什么不一样的 虽然就是因为每一季的妻子们不一样 所以你发现爱情这件事啊爱情这件事啊 真的是聊骨头 是非常复杂的 是非常复杂的 啊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不一样的小细节 就会让你有一个新的感悟啊是 而且最后呢你发现爱这件事 不是你聊就能聊头 你自己去爱就是你得靠你自己啊 因为每一家每一家都不一样啊 就是对爱情这件事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嗯就是你觉得你可能比如说你看了很多 啊你吸取了很多经验是你也知道 他们是怎么回事啊 但其实到你自己那跟那个可能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要自己去感悟 哎家家有个难念的经验 为什么这么这么说而什么清官 难断嫁务事就太难了 这次也是咱们的娜姐也是您的师傅 就是第三次就是担任我们的这个妻子团的团长 嗯 但觉得他这个带队水平又没有进货 他渐渐的比如说因为这个节这个节目走上了正轨啊 这个节目走上了正轨 他渐渐也从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 一个感觉里走向了正轨 就渐渐的他 大家他把大家分配的很好安排的很好 然后 其实自己就没什么事了 开始上手了是吧 对他开始他之前是完全是很顾虑 但现在你没有任何顾虑 这个我觉得就是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领导 这个非常好的领导领导其实不用干什么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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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有一种度假的感觉 对 那咱们这次跟着我们的妻子浪漫旅行也是去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地方吗 世界各地 嗯 这么多好玩的好吃的 你觉得哪些地方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其实有好多地方印象 比如说泰国我们去那个拍照啊 去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室里拍照 每一个环境我都觉得有一种不同的氛围和一种不同的感觉 那你在旅行当中会更在意就当地的一些美景还是美食 其实我觉得吃下来之后 还是中国才好吃 对 所以我可能更在意美景吧 是美景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受 对因为你觉得 呃很辽阔 宽广嗯 就你的世界 关过了世界之后拥有了一个新的世界观 对对对对 哇 那你觉得就是一定要给我们就是芒果TV的朋友们 安利一个这辈子这一生当中 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的话 你会推荐哪个地方 芒果TV电视的这个大厦大厦大厦 就在我们的大门口 对对对对对 好的 为了让我们的芒果TV的朋友们更加了解我们的这个妻子团的各位成员 所以也请大熊帮我们爆料一下好不好 报料什么 准备了一个kt 板 然后上面呢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标签跟我们的这个各位就奇子团的各位成员来做一个联系好不好 哇哦 最会算钱最会省钱 最会省钱肯定是 嗯最会省钱肯定是 那姐那姐了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就是很抠吗 你不能说是抠门就是最节俭 我觉得啊都会精打细算 然后都不会浪费 最容易被感动失费的最容易被感动 最容易被感动的也是那姐 这那姐经常在节目里面就是就是被感动吗 对而且你知道他那个感动是非常真实的感动 是啊最容易丢东西 也是大姐 那接已经三条线了 啊那就给千花姐 哦 这个转弯转的有点大呀 这个录节目的时候经常就是帮找找手机 帮找找手机什么的 最会算钱的我觉得是胡思彦姐姐 因为他们是他是这这这一次就是帮我们 管理所有财务的一个财务大 呃财务总监财务总监财务总监 最不会做饭的最不会做饭的 觉得是 李娜姐姐 为什么因为他不做饭 他跟江山只吃外卖啊 就只吃外卖只吃外卖 对原来是不是打网球吗 是然后现在这几年不是带孩子吗 啊但只吃外卖 那孩子一起吃外卖吗 应该是吧 就是外卖然后就冲好了 就算参加不起伙 嗯那就孩子应该一起吃外卖吧 要不然就出去吃 最容易露吃是谁 最容易露吃 相对来说 都是露吃吧 都是露吃吧 哼 选一个飞姐吧 为什么呢 我觉得好像都是露吃 那是一伙人出去怎么办啊 靠船团长 团长还好一点 我觉得最爱收拾的 可能 是 飞姐吧 飞姐 对因为我觉得 照顾两个孩子什么的 然后在家里应该是最爱收拾的 这是我想的 因为我也我也我也具体我也不太知道 好嘞 最爱养生 谁总拿杯子呢 保温杯谁最常拿在手上 千花姐肯定不是最爱养生的 千花姐每天都喝那个喜欢喝凉的 喝冰水 对对对 平时可能他们就是出去谁 就吃的比较健康啊 就只吃一些什么沙拉呀 要避免这些油腻的东西 那应该是 琳娜姐姐吧 很注意健康 然后每天运动 他每天要跑步 他每天早上起来要跑步 而且你知道他每天早上 7点钟起来跑步 6点钟 每天固定的吗 对对 不管晚上几点睡 不需要种非常强大的毅力 晚上两点睡 他也他也早上起来跑步 但是最爱旺事应该是 千花姐 我觉得比较大挑 呀 现在还有以最后一个最胆小的 是的 最胆小给霍思燕姐姐吧 为什么呢 他经常就是什么都不敢做吗 对 他其实有很多事情他都不敢做 可能也是一个小女人型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但是可能也是就是虽然就是害怕 但是也勇敢去面对 这几个啊 你看着就是非常都是非常大条的女性 是啊 扑思燕姐姐是非常阴柔的 哈哈哈 哇好了 那我们已经完成了这张kt 版 也是让我们的芒果 tv 的朋友们 更加的了解我们这个妻子团的各位成员了 也同时谢谢大勋 那我们在前段时间呢 也是看到我们的大勋跟我们的卫爸 一起参加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综艺 叫做家务的男人 是要组成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组合 叫做沙发二子 是是是 那这个爸爸在结束了这个节目的拍摄之后 有没有再继续帮妈妈去 在家里做家务了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拍摄完了之后呢 最大的感触就是 他们俩就是现在 比如说我在北京的时候他们会 为了陪我 现在录完这个节目他们不了 他们也相信你有一个更好的自理能力了 就可能也是在锻炼我吧 因为他们原来我觉得是围绕着我转 是那我其实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太合理的啊 他们应该有自己就是 比如想玩啊 可能想旅游啊或者怎么着 是有自己的生活生活啊 那其实录完这个节目 不只是在做家务上 比如说啊 今天会洗个衣服啊 明天会扫个地啊 呃 这一点我对对我来说 是我们家庭一个很大的突破啊 嗯他们有自己可以玩的很开心 然后我也觉得每天很放心 是 所以大军每次参加完一个节目之后 都会获得一个新的成长 学了不少 哎 我们大军爸爸也是在节目当中就透露 出来了非常就是幽默 非常的搞笑的这一面 你觉得你这一点是因为遗传了你爸爸吗 我觉得本身可能性格上有一种偏生的 比如说 比较活泼啊 然后或者是比较 有趣啊 可能会稍微遗传我吧 是本来家里面就有这样搞笑的幽默的这样的 DNA 但是我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爸录彭内的综艺不是很 行 哈哈哈 我看到那个上大北营那有点挺搞笑的 有点挺 看在沙发上的 那你不觉得有点紧张吗 我们之前想的可真的不是那样 但是大家可能就是觉得你爸爸就是 紧张的那一面更加的搞笑 我的模特呢实在是没有录过 棚内的综艺 他非常的紧张 我叫我不紧张 哈哈哈哈 爸爸你来坐了 不是现在这样你你展现几种舒适的 大家 哈哈哈 是够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为之前说这个沙发呀不是推销沙发吗 不是一个直播间吗 是他之前背了好长时间的词 就一上去全忘了 哇 所以就是成为了更大的笑点呀 好吧希望他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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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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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希望他加油 所以也天生成为了一个幽默的一家 所以跟大熊一家人一起生活的话 一定每一天都是可可爱爱的 嗯是不是 希望吧啊 那老爸平时在家里面就是也经常跟老妈撒娇吗 这个我看不到 这一面我没看了我这一面从来没有见过 对对对 那你觉得就是如果 你妈妈在让你爸爸要去洗碗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爸可能 不太愿意 会怎么来跟你妈撒娇呢 就说不愿意 不不不太会撒娇我爸不不会撒娇的 是吗 哎呦撒娇撒娇 嗯 一二一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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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人最难 那你这挺的什么呀 病了吗 病了人家发交我行不上 我们大熊之前也是参加了我们芒果TV的一个非常 热门的综艺节目叫做明星大侦探啊对对 在当中呢也扮演了非常多令人难忘的角色吗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魏公主 嗯魏保安魏管家魏将军魏花匠 嗯那你觉得这么多就是印象深刻的角色当中 你最喜欢的是哪位公主吧 我的皮肤像血一样白 我的嘴像血一样 我的头发像乌木一样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公主 魏公主嗯为什么呢 因为芒果tv 的盲盒里不是也推出了魏公主吗 可能大家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角色吧 是因为不光是我们的大军自己喜欢 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也都很喜欢 所以才可以成为一个最热门 最主打的一个角色对对对 那你觉得如果在这个节目当中 还想扮演一些什么角色吗 魏老板魏总 大道总裁魏哥 嗯 觉得自己的性格里面就是还有这样的一面 也没有被大家看到 嗯也不一定有啊 但我也可以去尝试 演一些演一些比较有钱的人物 比较有钱的人物吧 那你觉得节目当中的这些角色 就是跟影视剧当中的这些角色 会让你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吗 影视剧要看故事 就是你不仅仅是一个角色的身份吗 他是一个老板或者他还是故事更为重要 看这个故事能不能打动我 才是我接这个戏的原因 是就各有各的过瘾的对对对对对 这两天也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个 这个电影在上映 嗯 就是我们大约在冬季 嗯 在当中呢 也是跟我们的霍建华老师 还有我们的马思纯老师一起合作了 感觉怎么样 感觉就非常的开心 用了几个之前就都都认识 啊 所以其实在一块玩的还 嗯 还挺愉快的 然后其实这个电影我也觉得有点 呃比较现实吧 啊其实看完之后我自己 我觉得我演的这个余风非常的暖 是 就非常的正能量啊 嗯 年底而且又有一部电影要跟大家见面了 是不是 呃我们马上还有一部电影叫 亲爱的新天好将在12月31日上映 然后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这个电影 好了加油了 哎 我们这个在这些电影作品当中的 我们的演技大群也是就得到了 各方面的认可 就是你觉得在电影作品当中得到的认可 会让你更加的开心 还是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表现得到大家的认可 更让你觉得开心 其实我觉得没有 对我来说每一个认可我都会非常开心 是 然后我也觉得每一个认可都其实是自己努力之后的结果 那只要希望自己越做越好 那这名演员的身份啊 还是作为一个呃做综艺艺人的身份啊 哪一个可能更更受我的喜欢 其实我觉得我都一样 但可能是只不过是比如可能 拍戏的时候付出的时间可能会更多一点 都很不容易 我们准备了一些粉丝的问题啊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规则一 甜蜜快答 大讯需要在短时间内 成功回答出主持人的提问 即可为粉丝赢得明星大侦探的正版周边 究竟大讯能否挑战成功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那么第一个问题 不上班的时候最喜欢做什么 下班 如果可以回到过去的话 你想回到哪一段时光 18岁 为什么呢 从走近之路 可以拥有任何的超能力的话 你会选择什么超能力 隐身术 为什么呢 隐身术就可以让大家看不见我 想干什么 哈哈没有想干什么 没有想那么具体 好来那最爱的电影是哪一部 现在是大约在冬季 可能过一阵子就是亲爱的星天好 好的 去 ktv 必点的曲目是什么 k 哥之王 是有什么回应吗 这首的没有什么回应 不是快问快答吗 好 那么2020年最想实现的愿务是什么 去妻子浪漫旅行第四季 然后顺便得一个经济奖 顺便经济奖可不是顺便 经济奖 你要慢慢经济奖 不要着急 我觉得我要沉淀沉淀的 好的 那最想尝试的新发型有什么 寸头吧 颜值可以经得起考验 怕经不起所以还没地 不然你看我现在就应该是个寸头来了 喜欢辣还是喜欢甜 辣 喜欢洗碗还是做饭 做饭洗碗都喜欢 你的口头禅是什么 加油加油加油 你喜欢粉丝怎么来称呼你 大熊花挺好的 如果可以养一个宠物的话 你会喜欢养什么 猫或者狗吧 那睡前必须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刷牙 用十个字来形容一下自己的粉丝 天生丽质 然后美丽动人 可爱 如果是手机电量不足和仅有一格的WiFi 你会选择哪一个 仅有一格的WiFi 仅有一格的WiFi 应该还可以用吧 电量不足就真的没戏了 电量不足就失联了与世界 就你不觉得现在的世界是建立在手机上吗 手机的电量就代表自己的电量 对对对 因为我们大熊也是就是参加了三季的这个 妻子的浪漫旅行的嘛 所以是不是对制定这个旅游攻略方面 就是已经得心是应手了 是 是不是 是 是 行 那我们今天就为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量身定制一个长沙一日游的行程 长沙一日游 哈 大熊将根据节目组准备的旅行攻略 为粉丝勋章们 定制一场浪漫的长沙一日游行程 究竟大熊能为粉丝搭配出多少额度的甜蜜旅行基金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们就大概的一个预算是多少呢 我们没有预算 我们节目组非常大气 就是你算就两万我们也可以出 那我肯定选最贵的呀 最贵的呀 魏老板 魏总 魏哥 我们先看吃吧好不好 就是长沙有很多好吃的吗 早餐呢 吃个米粉 早餐吃米粉15块钱 对 中餐呢吃一个 这个香菜香菜馆 160块 晚上呢来一个口味虾 口味虾 然后再加上138 那要不要宵夜了 不要宵夜不要宵夜 我跟你说 其实一天吃两顿差不多了 为什么就平时 别要吃胖了 不能只顾着玩 不顾着自己的身材 就是非常吓人 就是为了我们的粉丝朋友们的健康和身材 对对对 然后呢 比如说早上起来呢 可以先喝一个咖啡 是 然后中午呢 喝一点这个 现榨的果汁 补充一下维生醋 啊 然后晚上来瓶矿水 哈哈哈 晚上就只能喝矿泉水 就是别喝太甜的了 要不要考虑一下喝点燕窝什么的 因为我们节目组里是非常大气 这哪有燕窝 没有压根没有这个选项 对啊 住 住都是你们出钱是吗 当然 我当然给你住这个豪华的酒店了 是600块钱 出门就 出门步行啊 步行这一天下来可累死人了 就是其实其他的选都挺好的 但出门给选了一步行 就完蛋了这一天 就是可能一天24小时20个小时在路上了 我觉得要环保一点的 可以坐地铁公交车 是空公交车 三车也还可以 但是如果比如说 马果TV都把这个钱都出了的话 那我们还想什么呢 肯定是要打车了 这一天一百块 轻松出行 是 我觉得可能对于粉丝来说的话 如果来到长沙 如果能接触到甜蜜的任务 跟着体验一下 就每天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可能更好 是 这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 最特别的 因为其他的地方可能 自己都能去 就是自己再有时间也都能去 但如果这个 给他们安排上 而且这个不要钱对不对 不是 不是因为不要钱 就是因为可以跟他喜欢的人 比如说喜欢哪个明星 然后正好是这一天 你们正好采访他 那我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是 嗯 所以就选这个了 好 那我们就是这个性价比最高的一个项目 而且我们剧组包盒饭 对 中午也不用吃饭的 中午吃饭 在中午把中午饭量 这个给我 160给我滑去 再减160 就减160 那其他还要选 不想了 不想一天就够了 那我们不要去一下那个 世界之窗看一下 世界之窗不是在这旁边吗 走出来就能看 顺道也可以去 对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熊哥为我们的 粉丝们量身定做的这个长沙一日游 最后的价格是 好的 谢谢大熊哥 当然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甜蜜任务之后呢 也是有一项大奖状要颁给我们大熊哥 恭喜我们的大熊哥获得了我们的甜蜜重粉大使称号 恭喜我们的每位粉丝可以获得我们的价值 915元的甜蜜旅行基金 感谢湖南卫视 感谢那个芒果TV 感谢甜蜜的任务能给我这样一份殊荣 谢谢大家 我会继续努力的 是不是有一种得了经济奖 没有 好了今天我们的大熊哥也是顺利的完成了我们今天所有的甜蜜的任务 所以也是可以获得我们的正版明真的周边的产品 恭喜 谢谢 当然我们也是准备了一套送给粉丝的 所以也是请大熊哥就是签上我们的名字在这个照片上面 我的天啊 怎么还有这个侦探的勋章是什么 是都是我们这个明珍正版的一些周边的一些好物 路过这么多期我都没有 怎么来一次甜蜜的任务就 就都有了 是吧我们的这个比明珍那个待遇要好 在这里还要感谢我们的芒果好物芒果TV会员卡 芒果TV牛奶盒子以及明珍正版周边的大力支持 谢谢 在这里呢如果大家想要获得我们大熊为大家赢取的各项礼物的话呢 那就马上扫描我们屏幕上封的二维码 参与打绑互动就可以赢取这些好礼啦 甜蜜的任务成功 天网扫昆林 空降甜蜜的任务 爆料与老公在片场的日常 其他导演好像对我说 女生嘛 就会觉得 别跑累了 跑几次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哇他可不是 再跑刚刚那个镜头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然后说 好累啊 他说 美好天安关 提前上岗 急速三分钟 改造实习导演 有请这位被改造的同学出场 脸色点苍白 还好想剪他的刘海 我觉得好像扎眼镜 绑马尾露额头多好看 绑马尾就发现的脸大 那我们一会儿看你改变的结果 321 12月16号上午10点 看甜蜜的任务 向昆林学习一遍好看的秘诀吧